天天斗文涛得说斗头条 所以我当然要恭喜汪峰终于上头条了 这头条花了一百万才上得起啊 我看了 我的感觉是汪峰也好 张子仪也好 说到底他们跟普通人都一样 区别只是0.5克拉的钻戒 还是9.15克拉的钻戒 区别只是钻戒是从兜里掏出来的 还是无人机 运进来的 这个无人机啊 是带这个高清摄影机的 是现在一个挺潮的新玩意儿 这个汪峰用这个无人机 让我想起啊 美国那个无人机啊 是发射导弹的 汪峰这无人机发射的爱情导弹 显然是一击命中张子仪的芳心 虽然他们这个招 哎 奇巧 但是我为什么说他们还是普通人呢 就像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 还是这个钻戒 单膝 下跪 热泪盈眶 我愿意 所以这个这个贵啊 我再说一题外话 这个贵我倒想给大家看看这两天杭州一个网友上传两张照片 挺逗的 说的是另一个男人的贵 这是杭州一个小区啊 这哥们胸前挂这个大牌子 贵在这 大声冲楼上喊叫 他喊什么 说对不起老婆 我错了 以后全部工资上交 我估计这哥们啊 把他一辈子工资都上交了 也买不起一个9.15克拉的钻戒 当然咱们不要仇富啊 人汪峰张子怡的钱 也是靠人家的本事挣来的 这个还是要祝福他们 这个求婚成功 有的明星躲躲藏藏 有的明星高调曝光 为什么汪峰张子怡好像高调呢 我看过汪峰在演唱会上 他当众啊 他讲八分钟啊 向张子怡这个示爱 他的歌让我感觉到 汪峰应该是一个 情感非常充沛的那种人 这种心理模式的人啊 就我看 往往在受到外界压力的时候 反而容易激发起啊 他内心一种类似于悲壮的情怀 你们越是说我呀 我就越是要纵声歌唱 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的爱 但是周围的人 你没有跟他感同身受啊 所以呢 你旁观的人 你老觉得 他怎么感情这么澎湃 这个明星啊 我最初采访的时候很紧张 我觉得他们比我高大 可是近两年啊 我越来越不紧张 因为近两年啊 我越看于这个明星啊 我越觉得他们是一种 挺可笑也挺可怜的 这么一个物种 你看啊 这个 他在粉丝的膜拜下 像神一样强大 可是呢 一张照片 就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甚至永世不得翻身 他又是最脆弱的人 而且好多明星 出身贫寒 从小吃不饱穿不暖 为了改变草根的命运 努力奋斗 一炮而红 可是这红了之后呢 他要减肥 不能吃饭 整天饿着 吃顿饭跟过节似的 而且呢 他走红地毯 还得穿得薄 再冷的天 也不敢穿厚 没力动人啊 所以我说 你奋斗半天 最后还是落得个 吃不饱穿不暖 这叫干什么呢 而且 这个前几天 我曾经说过 前两年有个数字 说上百万的 这个低收入阶层的人 住在这地下室啊 人方工程什么的 他们被叫做蜀足 可是照我看 明星也是蜀足 不是蜀辈啊 明星也是蜀足 为什么 你看啊 我听说 当然我没进过人 反冰冰的屋啊 我听说 范冰冰 白天黑夜啊 家里都拉着 这个遮光窗帘 那陈鹤 也是 都是 白天都关窗帘的呀 只不过是 人家家那厨房 本来没窗帘 你说就给拍了 哎 就天天 大白天 这个遮光窗帘 这不像是住在洞里的 这个 这个鼠吗 老鼠吗 而且 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这个明星过街 人人喊 你说这个明星 你看这照片 他上街 好家伙 套头的这个帽子 口罩 还有 他得戴这个 墨镜 你说这 有时候他把自己包的 让我想起啊 中世纪歧视这个麻风病人 不可接触者 这麻风病人上街 就包成这个样子 没有无人可接触者 说起这个墨镜 才叫气人呢 有一回啊 我戴这个墨镜 上飞机 旁边 有一东北 小夫妻 你说你 小声点 还故意说话 让我听见 哎 这个东北人说话 真挺损的 这个老婆啊 就跟老公说 哎 老公 你看 那四都能逃步 那四都能逃步 小样 还学人戴墨镜 就把我给气的 我 我招你惹你了 我 我戴墨镜 你 你 你这么说我 但是 从这个事情 我想说 是明星 往往是指老虎 我说这个话 不是骂他们 而是 同情他们 哎 像明星吗 我也要出轨 要不就出轨